欢迎收睇12月20日星期二的Financial Market 多多早晨 我们来看看外围数字 昨天美股仍可 标普升4点 报2262点 道指涨差不多40点 报198883点 纳斯达克指数涨20点 报5457点 不知道做好是否与主席耶伦说话相关 事关什么事 耶伦昨天开会 说到一个说法 资金增长和低财源率 帮助美国就业市场达到近10年的最强状态 其实不奇怪 他一直用就业数据来支持加息 多年也是 今年年初也说 去年也是这样说 他一直靠就业数据来支持加息 除了就业数据之外 还有个人收入的问题 工资 亦是指数工资 都纳入他这些 拿这些东西来支持加息 现在也是重度复射 又是说 开定开场白给你先 接下来就业数据加息 接下来就业市场达到10年最强状态 部分由于资金增长加速和财源率低造成 另外资金增长方面 他特别指出年轻人每个星期 拿到的薪水增长较快 与近期劳动力乐观的表现一致 耶伦说市场在稳定下 不断创造新的就业 我们看回美国最新的失业率 跌至4.6 按耶伦所说 差不多是全民就业 我们读书以前也说过 5%留下是全民就业 基本上全民就业了很久 大家要留意时数和工资 工资时数的问题 今次有很多数据 就是说到青年就业问题 如果那里有些增长 就可能是一件好事 之前我们看到青年就业的情况 好像是比较差一点 这也是环球的现象 耶伦特别唱好劳工市场 可能为今年加息做一些铺牌 刚才Paul提到 主要联储局 都是看回就业市场的数据 去决定将来策略怎么办 这方面说到最尽 就业市场都很好 但其实会否有其他原因 你说得对 因为市场说到它好 都不能再好 问题是 已经全民就要阻 要如何再靠 就要再加盐加醋 如何加盐加醋 我们来看看即将入主白宫的特朗普 最近不停招揚友好和朋友 做他的马仔 简单来说 有个报道说 特朗普将提名南卡来来 立州共和党的众议院 Mike 出任下一届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 这个名称是複杂 应该是重要的财金方言 为何特朗普将这个位置 我相信他要重新整理位置 因为量化结束 加息周期已开始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钱 为何要停量化宽松 为何要加息 因为他在想减债 当然他加息的债负担会重 但也要吸引资金进来 这个策略是正确的 所以他特意强调官员和官职 可能会告诉大家 他未来的货币政策 以及整体财政问题 这个官员基本上是要赚钱回来盖数 很简单 即是维持平衡 特别是要执局位 特别是因为奥巴马上财这么久 虽然他挽救了金鸣海士危机 但问题是他同时衍生了很多债负 亦都花了很多钱 基本上是花了很多钱 现在特朗普出来要盖数 盖数便要找人帮忙 亦都告诉大家我要盖数 所以其实不失为一件好事 但问题是这样的政策之下 对经济发展有多少 特朗普将招揽入国的这位官员 其实据分析他是一位 坚定反对赤字的财政政策鹰派人物 找了一个这么鹰派的人 即是加息路线会继续落实执行 不过狼内料是第三次的了 狼内料是什么意思 第三次的了 必须要加多些餡 为什么第三次 我说第三次 去年年初也是给了加息预期 年尾才加息 今年也是 年初又给了加息预期 年尾才加息 未来的人都会继续这样想 没错 所以要给了一些强心针 明年我一定加三次 可能是这样 说完美国 再看欧股表现 昨日德国DAS指数微升 0.2% 报11,426点 法国CAT指数报4822点 而英国富士100指数 跌0.08% 报7071点 我们说到德国的情况 我们经常都说 又说德银 又说意大利问题 昨天英国金融时报 有一个消息 意大利政府希望国会授权 发行200亿欧元债务 希望令当地的 意大利银行的资本水平 相对健康化 意大利如何看待 有些温水 因为公投失败后 有很多行政问题 现在需要慢慢解决 但我刚才强调了一件事 就是慢慢解决 因为要跟欧盟谈点数 欧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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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 和德国方面也要谈点数 他们才可以放水给你 说明点 但放水由于制度的问题 也令到他一下子便能放水 所以上次公投 有个原因为何要公投 就是因为制度问题 对他们有所滞涨 但现在失败了 基本上他想改革 或是想救回自己 因为现在整个欧洲都比较麻烦 但他这样做法是正路 但不是个人肯帮他 对 而且要捱日子 时间也挺长 反正 其实欧盟自己本身也不太行 就算是德银 之前都说了很久 都好像麻麻烦烦 有些问题 有些水劲危机 所以整体来说 要这样去洗钱 对 刚刚你提到德银 真的有消息 媒体回引消息 德银和美国司法部 接近抵押担保证券案件 准备达成和解 最早有望在21日落实 之前全国德银为和解案所支付的成本 将会低于140亿美元 我们就看一看 看看是否记不记得点数 低于140亿美元也叫做拍手奖 对 140亿 现在说的 因为他们在这样的水劲环境下 还要比140亿 其实是辛苦 没错 其实也比较吃紧 我们看完欧美 看回内地 昨天上升下跌 下跌了0.16% 报3118点 深城报1283点 下跌0.5% 说回内地 我们说内地的情况 最重要是集中在经济工作会议之上 不过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内容 好像没什么惊喜 其实应该是提到13五的情况 13五的战略 那策略提到 有一个规划 到2020年 战略性新兴产品 会增加质物GDP的比重大到15% 所以说 接下来会搞一件事 搞一件事 就会令到GDP 影响GDP有15% 那么大 所以其实 好像是不错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其实这个13五规划 或者一路一带 整个故事的发展 当然是对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现在也说真的 他现在也是靠那样东西 美国团队给他多少压力 或者是给他多少压力 其实他很好 我们中国我觉得他表现不错 因为他不理别人说什么 就是你给他压力 我先搞定我自己的盘数 我先搞定我自己的盘数 一直都是 我自己理解我自己的盘数 你说我人民币怎么怎么怎么 因为他只是说搞自己的盘数 所以他一路一路发展 其实是可以的 不过来到现在 因为他全球的环境 似乎有资金流向 好像流回到别的地方 所以唯一这件事 令到他有少少麻烦 但整体来说他也不差 刚才提到13五的战略规划 其实今年也有些规划的新重点出来 他就说刚才你说到 战略性新轻产业的增加值 会占GDP比重达到15% 会衍生一些什么行业出来 大家可以看看 形成新一代的信息技术 高端创造、生物、绿色低碳 和数字创意等五个产值规模 达到10万亿那么多 刚才这几个行业 其实简单来说 都是一些创造新价值的新轻行业 大家不妨看看 国策方面 对于这些行业的一些企业 会否有新的扶持 又会否为我们提供新的投资机会 也就是这样 现在似乎要解决资金外流的问题 是 最近收水也收得比较紧 最后我们又看看人民币 人民币昨天升了一点 大家可以看看工作会议 会否对人民币的升势 会有持续支持 我们也想知道 例如说到这个阶段 我们今天会否有什么重点事件 当然 我昨天也提过大家 今天早点到 日本央行会公布议息结果 所以今天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这个礼拜 反而最重要的是 再提多一次大家 就是星期四 美国出的GDP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虽然欧洲今天也会有议息记录出来 但是 这个礼拜当然 我之前也提及过 数据也不少 但是逐个逐个慢慢提 没错 大家放假之前 还要留意数据 今天麻烦了阿波的分析 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个交易日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收看 拜拜